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这种属性拷贝 有这种前拷贝,包括深拷贝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继承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object函数来接受我们的副对象 并返回一个以这个对象为圆形的一个新对象 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再来一个 object第22 extend 可以通过object这样一个对象来实现也可以 function object 接受一个负责对象 接着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function f 顺便一个临时构造器 接着fdopprototype 等于我们的这个传过来的副对象 那直接返回new f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那现在呢这个object函数呢 就可以来接收我们这个负责对象 接着再返回 一个 以这个对象为圆形的一个新对象 那假如说你还想访问我们这种Uber属性 也可以再来添加一下也可以 假如说再来写一个如果想访问 Uber属性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写function object 上面的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f 接着 f.prototype 等于 传过来这个对象 接着我们再设名一个vrn 等于new一个f 这时候呢 我们再通过n.uber等于这个负类对象就可以 再返回这个n 没问题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函数呢 和我们的前拷贝 这个extend copy 是不是差不多呀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将某个对象传递给它 那它就会创建这样一个新对象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新对象进行一些扩展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来创建一个 shape name 属性 也是shape 接着还有一个toStream function returnlays.name 和之前一样 接着呢 我们再生命一个 vr一个2d shape 等于object 传这样一个shape对象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可以再来 设置一下 2d shape 叫name rd shape 来进行一些扩展 同样的 2d shape 叫 toStream 我们重新来返回一下 return 访问一下它的 uber属性 叫 toStream 接着再拼上一个 杠杠 再拼上一个 杠杠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再来实现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trigal 等于 等于 object 传一个2d shape 再往下 来通过trigal 来添加一个 their name their name their name trigal 接着来实验一下 再添加一个getl方法 这个我们之前写的很相像 function return一下 lase.side 乘以lase.height 除以2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trigal 来设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值 设置一下这个值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 trigal 第二 toString 来得到一下 来调用一下这个toString 那其实这种模式呢 也属于我们的这种 圆形的一个继承 我们是不是直接将我们的 副对象 设置成了我们这个 子对象的一个圆形呀 对吧 没问题 来实验一下 得到结果 来看 shape-2d shape-trigal 是不是得到了这样一个 结果 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种 圆形的一个继承 也可以 也可以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 实力化这个对象 来得到一下它的面积 也可以 我们再写一个 vii一个 mytrigal new一个trigal 5 10 这个还不行 我们还得设置一下 这个side和height 或者我们调用它的时候 传这样一个side和height也可以 传这样一个side和height也行 这个呢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不带着大家再来测试了 刚才已经测试了我们这个toStream方法 没问题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另外一种 那接着对于我们的继承来说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对于继承来说 其实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负类中的这些属性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test extend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在新建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可以继承现有的对象 然后呢 再为这些对象呢 添加一些额外的方法和属性 也可以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 像我们的原型的一个继承 和我们的属性 这样一个拷贝 这样两种方式的一个结合 来实现这种功能 也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使用原型继承的方式 来克隆我们这个现有的对象 那接着呢 我们再通过其他对象的形式 来完成这样一个属性拷贝 就可以了 那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给你声明一个方法 实现这两种方式的一个结合 object plus 那接着这个O呢 用于我们这种原型方式的一个 克隆 那通过stop对象呢 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属性的拷贝 那接着 还是一样的 里边的I 设置成我们的staff 里边的这个I 就完成了 最终 返回这个N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就通过这两种方式 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那接着呢 这个函数 我们接收两个三数 O呢 就是我们的 用于我们的继承的 那这个staff呢 就用于拷贝我们的属性 和方法的 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还是拿我们的shape 来做测试 可以直接来写 Vir一个shape 等于 name shape toStream return 类似点 name 接着再往下 再来通过它 再创建一个2dshape 等于object plus 第一个 是用于我们的这个 继承的 我们传这个shape 继承我们的shape对象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 属性拷贝 同样的 可以来传一个 name 对应的是 rdshape 接着 toStream 和之前写的一样 return一下 lays.uber.toStream 再拼成一个 杠杠 再拼成一个 lays.name 就可以了 和之前的写法一样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 测试一下 让我们的triggle 记成我们的2dshape 再拼成一个 vr triggle 等于object o小写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写的是小写 没问题 object plus 2dshape 继承它 接着 同样的来设定一下 name 对应的是triggle 接着 还有一个getl 对应的一个function return一下 lays.side 乘一个 lays.height 除一个2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设定一下 一个side side 除以值 假设 这是乘一个0 height 也是一个0 没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得到这样一个 vr一个man 等于一个object class triggle 接着来设定一下 这个side 和我们的height 5 height 10 那现在 想得到它的面积 直接通过 console.log my.getl r 就可以了 来实验一下 是否能得到25 29行 报错了 return r1 t1 42 好 没问题 就要到了这个25 同样呢 你也可以来调用一下 我们的toStream 但调用这个toStream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结果 来实验一下 就要到了 shapeRD shapeTrigle 又多了一次Trigle 那为什么多了这样一个Trigle属性呢 Trigle值呢 那其实呢 当我们调用这个toStream的时候来看 调用这个toStream 这个 Trigle的这个name属性 这个name属性 会被重复执行这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实例化这个Trigle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多了一层继承关系 对吧 多了一层继承关系 你看到我们的Trigle 我们实例化它的时候 调用了一次 接着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还继承了一次呀 所以说 会出现两个Trigle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给这个Trigle 附了一个新的name属性的话 那这时候就不会出现两个Trigle了 来看 我们再来设定一个Mate 等于Object Plus Trigle 接着 我们来指定一下它的name属性 写了一个 This is a test 再来设定一下Side 假如说是 10 Height 20 没问题 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Consol.log 一下 Mate.toStream 这时候就不会得到两个Trigle了 而是得到一个新值 This is a test 你看到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ToStream 函数被执行的时候 Trigle的name属性 会被重复执行两次 因为我们实例化的时候 是继承 寻过对象的 所以说在这儿 多了一层 继承关系 继承关系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些案例 都是对于单继承 我们实现的都是一种单继承 那其实呢 在我们PSP中 我们的继承关系 是不是也是一种单继承呀 但是呢 我们想实现这种多继承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例子 在我们JS中 想实现这种多继承 比较简单 Excend 其实呢 多继承呢 无非就是 我们的子对象 不只有一个副对象 那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沿用我们之前写过的 像我们的这种 属性拷贝的形式 对它进行一个扩展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多继承了 在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封装一个函数 Function 写成一个 MultiExtend 多继承的形式 首先呢 我们来声明 N等于一个 对象 包括我们的Staff 等于拷贝的 J等于一个0 那接着呢 我们的Lens 等于我们传过来的 Arguments 点一个Lens 你可以传多个对象 我们不限制 输入这个 对象的一个数量 那接着呢 在这儿 我们通过两层循环来实现 Vir一个J 这已经声明了 J 等于0 接着J 小于Lens 接着J 加加 那外层循环呢 我们用于便利我们 函数参数中 所传递进来的对象 你可以传递 多个对象进来 那我们再通过内层循环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多重继承了 我们通过Staff 里边的I Staff 等于我们的Arguments里边的 每一个 接着在这儿 不是I 是J 每一个 接着我们通过内层循环 为I一个I 因 Staff 完成属性的一个拷贝 通过N里边的I 复给我们的这个 把Staff里边的I 复给我们的N里边的I 这样的效果 那最后呢 我们再返回这个N 就可以了 这就实现了我们的多继承 这样的效果 那不信的话 我们也是来做一个测试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Shape 等于一个 和刚才是一样的 Name 对应的Shape 接着ToString 所以特认一下 List.Name 再往下在上面一个 2D的 VR一个 ToDShape 等于 直接通过对象字边量的形式 2DShape 接着这里边呢 再来一个属性 Test 比如说List is a test 没问题 再多一个属性 也可以 接着我们再通过Tringle 实现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继承 让它继承我们的2DShape 包括我们的Shape 等于 MUL P Extend 继承谁呢 继承我们的Shape 包括我们的2DShape 接着呢 在这儿 我们还可以再来设定一下它的Name 再传一个对象 Name对应的是Trigle 包括它里边的GateL 传递了这三个对象 那首先呢 Return一下 List.Side 乘以一个 List.Height 除以2 没问题 再来初始化一下这个Side Side是5 Height是10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通过Trigle 来得到一下这个面积 第二 GateL 那此时应该得到的是25 第30号 又是小写 大家有写的问题啊 2DShape 25 没问题 那接着你看一下 Trigle中是否可以调用我们的Name 包括Test 那首先我们来调用一下Test 如果实现继承的话可以调 应该得到 This is a test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再通过Trigle 调一个ToStream 也可以调用 证明是不是实现了这种继承 调用一个ToStream 是我们Shape中的方法 来看 没问题 但是在这会儿也有一点需要注意 你看到我们封装这个Marte Extended的时候 我们这个输入的对象 输入的对象 其实呢 我们是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来进行的一个便利 那有什么问题呢 假如说我们后面的对象的属性 和之前属性 如果重复的话 那后面的会把之前的值给覆盖了 覆盖了 不信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测试一下 在这呢 我们是不是先传的是谁啊 传的我们的Shape 又传的ToShape 又传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如果说这里边有属性重复的话 后面的值会覆盖之前的值 这一点 大家自己下来之后 测试一下就可以 那和我们这个对象内容 继承这一块 基本上已经讲完了 那还有最后一点内容 真的是最后一节内容了 小伙伴们 咱们再坚持一下 把最后一个内容说完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学最后内容 说完之后呢 我们GS中的这个高级的这个对象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看似很多呢 其实大家下来之后好好做问一下这个案例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